老师我的这个这个病人来了 这个精子太淡 所以他太太不能怀孕 精精也太好了 这个兔狮子用上了 中药所有用到种子的药 都是补精的 都是能够补到精子 兔狮子是其中一个 像覆盆子也是 后面会介绍到 那他是补生易经的药药 所以精子太淡了 我们就可以用兔狮子 那我说 为什么你要用到小精 就是这本本来兴奉的很正常 羊翘全挺起来 不会很硬 没有羊尾的现象 那你说老师 这个人精不够 我给他吃兔狮子 他吃完兔狮子回来 他就会告诉你 医生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倒下去过 吃了你的药从事不取 就是兔狮子 所以说 太太们如果说 你发觉到先生 先生在外面有怎么样子 兔狮子炒菜给他吃 兔狮子炒的时候 味道很好吃 对不对 他吃完晚餐 你那个看他什么时候 大概他什么时候 会去会与朋友 要炒兔狮子给他吃 吃完以后回来 他不举 保证你可以安心的睡觉 保证没事 他不能使用 但是如果你先称他不举 你炒兔狮子给他吃 他就举起来 如果用兔狮子炒完后 再放点酒 更补的 唔让他吃完了 chemin 我